看沒有啦 真正看沒有啦 昨天我們討論一整集 今天還有好多人跳出來講話 有的講話你聽得很爽 有的講話你聽了 KID POOPOOT 來 我剛剛說了一個判決 現在兩個世界 真的是兩個世界 我不曉得觀眾朋友昨天有沒有看到 爸爸跟媽媽在家裡面 旁邊好像做了一個應該是社工吧 來關懷他們 來關心他們 他們從嘴巴裡面吐出來的話 這對夫妻絕對是老實人 很老實很老實的人 他們講的話沒有那種尖酸 刻薄暗奉的用字潛詞在裡面 可是他們講出來的話 一句比一句還要讓你心痛 來 他說 我們的命難道比較便宜嗎 他還提出了質疑 法官只採納醫師的鑑定 但現場的證人那麼多 難道證人講的話 都是假的嗎 都不足採信嗎 甚至提到孩子的犧牲比什麼都不如 這個嫌犯完全沒事 他的發作都是假的 是不是假的 我不知道 我不是精神科醫師 我也不是法官 這個世界抽雲殘物 另外一個事件 來 現在被判無罪 我剛剛說了 可能因為還會再上訴 如果有再上訴的話 所以可能他50萬交保之後 最多最 我說的是最多 各位 最多就是強制就已五年 這五年不管他有沒有失去自由 我不管 可能他從家裡來看 平常好好生活 可能我把他給 放在哪一個地方 就進看管 然後強制治療他五年 五年之後 如果上訴沒成功 照樣維持 無罪宣判的話 那他五年之後就重獲自由 是他的錯嗎 殺人是他的錯 但這個結果 會跟他有直接相關嗎 這也是我們待會要討論的 進到看守所裡頭之後 吃便當高麗菜 沙茶豬肉便當吃光光 然後看新聞發呆 聽收一金 據說跟他同一個防射的 其他育友都沒有講話 看起來就是沒有太多情緒 對比這裡的仇雲產物 你真的會叹一口氣 台灣的司法搞什麼鬼 我們確實不想干涉司法 我們也很希望維持司法的獨立性 但是我們更在乎司法的公正性 跟社會的正義性 不過還好 台灣不是一個習慣法 不是一個判例 然後就決定了以後 相類似的都同等的方式 我覺得還好是在這裡 所以台灣如果有出現 這樣那樣的恐龍法官的時候 還好他的傷害不會太大 為什麼會這麼說 我想觀眾朋友們 你想一想一個情況 這個情況是這樣子 也就是說這個法官 然後他根據醫生的說法 然後他就把這樣的一個嫌犯 這個嫌犯他對於執法人員殺害了 然後他判說他精神狀態 因為過去有相當長的時間 有看病 所以他判定他有精神病 所以他的犯案 是在失智的情況下 那麼無罪 這個時候 其實大家在想一個問題 就是如果台灣是習慣法 那麼這樣形成一個判例的話 台灣有很多的幫派 幫派很多 那他就給幫派一個非常好的一個案例 也就是說現在開始幫派的小朋友們 都開始陸陸續續要去看精神科醫生 然後都會留有很多的記錄 所以我們的幫派的小朋友都有精神科醫生的記錄 然後以後他殺人的時候 他都可以根據他的思慮 這個已經失調了 所以他本身殺人就無罪 像這樣的父母 這樣子的長輩 在這樣子的情緒當中 要繼續生活下去 他等了幾個月 差不多半年多的時間 他希望等到一個正義 結果他等到的卻是一個 莫名其妙的判決 讓不只他們不能接受 大部分的人也覺得 這到底是怎麼判的 這樣一個判決 這種事情會不會一直在發生 這是很可怕的 這是很可怕的 大家可以看一下我旁邊的這個畫面 爸爸昨天從應該是法院出來 幾乎是含著眼淚 告訴我們 這真的太離譜 跟他們想像的或是期待的差太多了 回到家裡面之後 我剛剛說了 他講了更多 會讓你聽得深深叹一口氣的話 來 我們來聽一下 如果我們的命比較便宜 對 居然會讓一對 承受這個痛失愛子的老夫妻 講出那句話叫 我們的命比較便宜嗎 他兒子是警察 是維護社會治安的重要力量 他的命也許沒有比較重要 但絕對不會比較便宜 楊哥 這個當然嚴重違反民眾的法律感情 不過我是覺得是法律本身有漏洞 我覺得倒不要輕易去抹黑精神病醫師 因為我是心理去抹黑 我們是要尊重奔律 這個當然我們要好好聊一聊 因為我們的法律刑法第19條就是 如果沒有辨識能力者不罰 這法律就這樣定 不然你就要根據271條 就是殺人者就是10年以上 我們現有的法律就是這兩條 不然你就只能夠說做監護5年 然後之後就要放走 這裡就牽涉到一個問題就是說 我們台灣的監護 為什麼上限有5年 為什麼要這樣定 因為德國跟日本就沒有上限 英國也是 他沒有上限 而且日本他不只針對殺人犯 他還針對什麼縱火 強姦 他還有針對幾種 如果是精神問題 他就強制然後進入療養院 可是他沒有上限 我們台灣最大的問題就是在於 為什麼會有上限 那上限人家就會覺得說 那你就是輕判 然後他5年就走了 而且你那個所謂強制監護 他是不是就是真的 關在精神病院裡面 還是說他只是不定期的來看 或比如說像每個禮拜去報到 是不是這樣 這個當然很多人就會覺得 太不成比例了 如果說台灣有一個比較 完整的規定說 有這個強制監護 而且就是關在特定的精神病院 然後也沒有上限 事實上法務部有人提過 可是立法院都沒有處理了 法務部事實上曾經提過就是說 5年之後再簽 是不是再5年 再簽 可是就是沒有修法 所以這次就造成了一個 坦白講法官也處於一個 很無奈的處境 比如說這個精神醫師給他鑑定 就是說他就是有精神病 那個法官能夠判的就是不是19 就是271 他不採納精神病醫師 那就是271 那就是10年以上 所以那個法官就陷入一個兩難 你知道我的意思 所以我是覺得我們的法律真的是有漏洞 不是精神科醫師 這點大家要分清楚 你頂多說 這個醫師講話可能太直白了 傷害到你的感受或你的感情 但這個醫師他所講的 醫師要秉持專業 他的專業就是有病說有病 沒病說沒病 法官要秉持專業 他的專業除了法條之外 更多叫人情 更多叫義理 但這個法官很顯然只過了法條 沒過到人情 沒過到義理 所以問題在誰 待會我們可以好好再更深入一點來討論 來 我不曉得這位嫌犯 他睡得好不好 但顯然他吃得很好 顯然他的心情是非常非常平靜 我不敢說放鬆 但他是平靜的 以他昨天的表現看起來 他是平靜的 某種程度 他或許是值得被同情的 因為他有病 因為他經濟狀況不好 他沒有辦法看醫生 但可憐之人也有可恨之處 你再有病 你再經濟狀況差 你再有被犯妄想症 你也不能去殺人 他的問題是在這裡 前面那一段情有可原 最後那個結果不可原諒 不可原諒的情況之下 蔡總統說話了 昨天我們告訴你 包含了徐部長 包含了法務部 都發了聲明稿 告訴大家說一定要上訴 否則打擊警察士氣 蔡總統說話了 來支持檢方依法上訴 依法上訴 蔡經強也說 殺警天理不容 不能以精神障礙來逃避行責 警政署也說話了 昨天告訴你 內政部也說話了 現在看起來就是 繼續往上走 這個資生姐冷笑了一聲 沒有我想說我們政府官員 當然有他們自己的立場 不過我想他們是非常會看風向 那風向到總統都要出來說要 要支持檢方來上訴 他完全可以感受到 目前全台灣對這樣的判決 可以說是群情激憤到一個程度 而且電視新聞 包括我們剛剛看到 李承翰的父母親 這個爸爸你看他戴個口罩 然後頭髮稀疏 然後扣羅的雙背 你覺得沒任何人看到這樣的狀況 特別是白髮人送黑髮人 我想沒有人不對 這樣子的一個判決結果感到非常 我必須要用悲憤兩個字 來做一個比喻 當然佑正也點出了一個非常大的點 身為一個精神科醫師 我真的必須要去說 他講的這句話是很正確的 他是根據他的專業 來做這樣的一個詮釋 如果你不相信的話 我相信他這樣的一個精神的鑑定裡面 應該是有三四個不同的 包括社工輔導 還有包括精神科醫師 組成這樣一個團隊 做出這樣的一個決定 而且他們也很清楚 這樣子的說法 可能法官如果依據這樣的說法 會引起社會非常大 非常大的一個反彈 所以有人提到就是說 除了他們之外 或許可以尋求第三方的人 也共同來 但是重點就是 如果精神科醫師都認定 他就是屬於思覺失調 就是在思想跟感覺 他的確會出現幻病跟幻覺 而且他們所有的人 都是做這樣的判決的時候 這就是他專業 那專業是這樣的判決的話 我覺得網民去這樣子 對他這個精神醫科醫師的判決 做出很多追殺式的 這樣子的一個酸言酸言 我覺得這個部分 應該有考量的空間 倒是我們這個法官 精神科醫師有他的專業 法官怎麼樣來看待這件事情 他們都提出來 他是用刑法的第19條 但是刑手第19條 你不要問他有第三項 如果這個嫌犯他是沒有吃藥 或是故意隱瞞不吃藥的 判決的唯一的一個標準 更何況你知道 全民你若去問大家 你目前為止對於很多 深惡痛絕的罪犯裡面 最討厭的兩個句話是什麼 一個就是他是思學失調 就是我們所謂的精神病患 第二個就是 這個人還有教化的可能 對 這兩個部分裡面 就是讓所有人 一聽到就會兩公的 兩公的 對 然後你又提到這個兩公約 那更何況第三樣就是 所有的廢死聯盟 馬上就會出來立戰 這個就是一個非常如何如何的 一個判決 所以每一次都是 處在這樣子的一個 波濤矛盾當中 所以我覺得法官在考慮 這件事情的時候 我反而是認為 精神科證斷 他從他專業 就到這邊就為止了 道氏法官 他是否考量的面向夠完備 就像我剛剛說的 刑法第19條第三項 還是有一個 你不吃藥的時候該怎麼辦 他們都拿前兩項來考量 第三項沒有人管 待會兒告訴你第三項是什麼 那還有的 包括有很多的募集者 募集者在這個過程當中 他們在對於所謂的防衛的 這樣一個程序裡面 到底這個嫌犯裡面做什麼 還有我覺得 當然不能忍受的是什麼 你知道嗎 他竟然是說他還可以交保 各位 今天是因為這位嫌犯 他是來自於這個中低收入的家庭 或許他的鄰居 他的家人 或他所有的朋友 可能有一些因素 可能交不出來 也可能 可能交出來也不想交 但是如果萬一 他們籌出這50萬的時候 他可以交保 請問在交保等著二省三省的 這個過程當中 這個空窗期 他的病症不會因此就降低 他是否會對我們周圍的人 對整個社會造成更大的一個 精神上的迫害 精神上的一個壓力 甚至一個所謂的未暴斷 所以我覺得說你的判法非常的多 那是否你如果要判這個部分裡面 起碼你起碼給我們告訴我們 這個在空窗期的時候 我們如何能夠穩定我們的心 所以這個交保 我反而在這個過程當中 所以這個交保 這完全是不能夠被人接受 像以我們來說 他真的被交保出來 等到二省三省 我不知道有多少時間 等一下給律師 搞不好還有幾個月 幾年的時間 那這個時間我們怎麼辦 我的強調是 他的病情不會因此就降低 他還是具有思覺失調 可能幻聽幻覺 對社會所做出的 這一些非線的行為 那我們的安全在哪裡 所以這就是為什麼這件事情 引發大家這麼多討論的 除了社會安全網的問題之外 我們無意對這個思覺失調的 這些人做出很多的污名 但是社會安全網 如果有這麼大的破口 沒有完整狀況之下 你的交保的這樣的一個判決 對我們這些人來說 我們的安全又何在 對李承翰的父母親來說 他的正義又何在 對於更多的人來說的話 他們要求的是 我不敢說殺人偿命 但是這樣子的一個社會的公理 法官是否在做判決的時候 應該有更多面向的一個考量